这就是一个我们行政部门的秘密文件 但你还是要交由国会来监督固 所以每个委员 我再强调一次 每个委员其实都看得到 那如果你对于这个秘密文件的内容 你有所疑问 其实你是可以 召开机密会议的方式 来在机密会议上面做机密的寻答 这都没有问题 反而他们其实用了一个方法 在媒体上面公开 我们就目前看到的资讯里面 他公开了价格 他们公开了姓名 公开了时间 包括在很多的资讯上面 都把这份秘密文件公开了 这确实已经涉及到法律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看 大家可以看关于刑法第132条 公务员洩漏或交付 关于中华民国国防以外 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 破误评者处 三年以下有期图示 徐晓星伟云在周末做的事情揭露的资讯 我不想这边再复述他揭露的资讯 但很明显的 很可能已经触犯了刑法132条 不要用这种伤害国家外交 乌龙爆料的方式 想要转移焦点 因为从你大夫一家 再到你婆婆 对于银行的超贷 对于100万 被你形容成像卫生纸一样的经红 你没有讲清楚 你以为风头过了 为什么会有半夜这样的公文出来 那是因为你发现有更多的爆料要出来的 但是这些爆料不应该被转移焦点 因为他本来就是外交普扎扎实实 在接受国会监督的东西 你没有真正爆料 你该面对的是 现在你被指控 更多有关于你个人在选举过程中 或者是你在担任议员的过程中 你所应该要澄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